乌克兰外长库列巴13号通过视频出席有关黑海安全问题会议室表示 北约应在黑海地区问题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俄方对此表示 北约加大插手俄乌冲突力度 但不会改变事态本质 库列巴当天表示 黑海本应对整个欧洲的和平和未来起到关键作用 但令人悲哀的是 黑海的现状表明 如果忽视威胁 情况会迅速恶化 库列巴声称 是时候让黑海变成北约之海 让北约在黑海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库列巴同时呼吁 北约应整合乌克兰的防御系统 以共同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库列巴还称 乌克兰仍寻求加入北约 即将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 是推动乌克兰入约的机会 路透社指出 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 黑海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作为重要的粮食出口国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依赖海洋进行贸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表示 北约有必要强化自身在黑海的影响力 俄方则批评西方国家 企图扩大在黑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对此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 黑海永远不会属于北约 因为黑海是所有沿岸国家的国际海域 是一片鼓励相互合作 互动和安全的海域 佩斯科夫当天还警告 北约加大对俄乌冲突的插手力度 拉长了冲突时间 但不会改变事态本质 以及对俄方来说的积极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